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大家来到阿方的编制课档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款花朵的挂件 这个花朵勾好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作为毛衣链 然后呢,可以做钥匙扣 还可以做什么,做发卡 这个呢,是花心四两片 这样一模一样的单元花组成 勾的是短针,看一下 然后这个呢,是12片树叶 你看我这里已经勾好了 我用的是白色的这个哈 这一朵呢,我用的是绿色的 我们先绕两个圈 然后在这里面 圈里勾短针 一个 两个 三 四 五 六 好,然后呢,我们在第一针上 给它引发连接 这个地方给它拉紧 好,第一针上给它扣个继号扣哈 第一圈呢,我们是六个短针 全部勾好了 然后第二圈呢,我们在每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 这一圈勾完了呢,我们这一圈是12个短针 你看 两个,三个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好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勾一个 十二个 好,这是我们的继号扣子 你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 我们在这里给它引发连接 勾一个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针 这一圈呢,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勾 十二个短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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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头呢 包进去哈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这个不管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好的 然后呢,大家拿出另外一片来 另外一片,我们随便找 先把这个线圈给它拉长 然后呢,给它这里找一针 找一个针目给它从这里穿过来 好,拉紧 这个呢,我们继号扣可以给它去掉了哈 这一圈我们还是用这个白色的 就是用花心的这个颜色给它勾 这一圈就是缝合,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每个针目上 我们给它缝合 看到吗 把两片给它缝合起来 大家呢 勾的差不多可以在里面塞填充棉哈 这个可以塞填充棉 也可以塞这个 碎的线头 我这个呢,就是塞的碎的线头 就是你没用的线头 可以给它塞进去 差不多勾完了再塞哈 你看,我们就是每个针目都给它 因为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最后一圈 它是不加不减的 所以有一点 有一点难勾 它都是往里面抠的 好,大家看一下 这里差不多 你看,这里快合口了 你看,这里还差一点点的 我们可以把 我呢,就这个没用的 我就把它给它塞进去 用这个来给它填充 这个是我勾坏了的一个小鱼 感觉没什么用 给它塞进去 大家也可以哈 没有填充棉你就跟我一样 用这个没用的线 线头啊什么都可以哈 大家自己塞一下吧 好不好 大家看,这个花心的部分呢 我就勾完了哈 我这个呢,塞了一点点 这个呢,塞的多 就更漂亮更立体一点 现在呢,我们拿出 第二个要用的颜色 随便在哪里起头哈 这个线头大家可以 你看 我们从这里穿过来 把这个线头塞进去 等一下再塞哈 我先做酵虫吧 不耽误大家时间 你看 你看我们在这里给它 把这个线头勾三个锁针 好,在同一个针目上 我们勾 两个长针 再勾一个吧 三个 我们是勾了一个起笋针 也就是三个锁针 三个长针 我们再勾三个锁针 好,在同一个针目上引拔 这我们第一个花瓣就勾好了 好,第二个花瓣呢 我们在第二针上面勾 一二三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串呢 是每个针目上勾一个花瓣 勾完了呢 总共是十二个花瓣 它勾出来就有这种密密麻麻的感觉 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起笋针 也就是三个锁针 三个长针 这边三个锁针 我再来一次啊 你看 在每个针目上勾 一二三 三个锁针 然后呢 还在这个针目上勾 三个长针 然后呢勾三个锁针 还在同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 看到吧就是这样 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自己把它完成 好不好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瓣呢勾好了 跟这个一样 看到吧,颜色不一样就是 然后呢我们勾这个袋子 全部勾所真哈 这个长短你自己决定吧 我看一下我的短的一般是多少厘米哈 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因为昨天有姐妹问我了 大概是八十厘米左右吧 我们勾完了以后呢 就给它直接给这样打个结就可以 因为我们要卸下来的时候 我这个呢是在这里 好,大家可以在这里直接 也是可以的 随便找个花瓣 花瓣这个地方 看一下好看吧 不好看也可以卸下来 这个没关系的 好不好 看一下怎么样 好像也还不错 你看看这两个 这两个装袋子不一样的地方 好像风格就有点不一样 看 给大家做了两个不同的 大家自己决定吧 放在哪个地方 这段时间做了几个这样的挂件 挺漂亮吧 喜欢的话 大家自己动手勾一个吧 我们下集可再见 爱你们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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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